近日,网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关于肖战新剧《藏海传》导演挂名的热搜话题,这是从何说起? 原来有人质疑导演郑小龙只是挂名导演? 对此有一家影视的CEO站出来曝光这部剧《导演挂名》分波。 坦言就是有一些人太眼红了,简直是不可理喻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也完全是针对肖战。 欠不得肖战拍戏如此顺利,总想着给肖战制造一些娱乐麻烦。 据悉,影视CEO曝光肖战新剧《藏海传》的导演挂名分波,坦言这部剧本身并没有问题。 出问题的是某些人,他们就是太眼红了。 导演郑小龙可不是挂名,郑小龙参与的工作都是现场把关。 有绝对的话语权,拿这个来黑这部剧,实在是不能理解。 话又说过来,这可是大名鼎鼎肖战的作品。 肖战的作品出现这样的舆论。 再正常不过了,针对肖战罢了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也都是这样的观点。 不然没有理由说得通。 就是不想让肖战拍戏这么顺利。 想给肖战制造麻烦,见怪不怪了。 只不过很明显没有办法实现。 这影响到肖战《藏海传》的拍摄进度了吗? 剧组还为此停工,非常可笑。 总之,祝福肖战。 迎奔奔跑,肖战一路走来都是如此。 备受争议又如何? 站在顶尖上,难免会引来负面舆论。 没有关系,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。 这样的身份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。 肖战顺顺利利,未来可期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� ic论 放 racial